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农村巨首秀可以打80分 赵丽颖农村巨首秀来了,正在热播的幸福到万家最近颇受关注 从出道至今,赵丽颖在不同作品中塑造的陆珍、花千古、珊珊、楚桥、明兰等形象都颇有口碑 这次农村女孩和幸福能否走进观众的心 郑小龙指导,赵丽颖主演,幸福到万家很是让人期待 该剧开篇就呈现了昏闹这一激烈的矛盾情节 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嫁到万家庄 参加婚礼的大学生妹妹和幸运被村之书的儿子万传家欺负 和幸福情急之下,拿起板凳砸伤了万传家 把观众看得又憋屈又解气 幸福到万家改编自长篇小说《秋菊传奇》 一向温柔可人的小谷赵丽颖 这次农村剧首秀饰演,波拉勇敢的和幸福 选秀出道的赵丽颖,这些年是进步最快的小花之一 她出演了不少出彩的角色 珊珊、花千古、明兰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她也借此成为流量小花 赵丽颖这些年来结婚、生子、离婚 虽说每一件都称得上娱乐八卦头条新闻 但都进行的条理分明、体体面面 可见外表柔弱的小谷 其实是一个内心坚定、杀伐果断的女子 在幸福到万家中 和幸福嫁给一家子都老实窝囊的王庆来 王家因为在万家装饰小门小兴 没有底气因而行事谨慎 和幸福一来就遇到各种糟心事 妹妹被欺负、土地被占、补偿款被克扣 蔬菜大棚被推倒 丈夫找村之书说李被踢伤 原著小说的名字叫《秋菊传奇》 赵丽颖就是剧中的秋菊和幸福 只见他风风火火的穿梭在去村之书家讲理的路上 他不吃哑巴亏 他敢去用法律攀到村之书的儿子 赵丽颖过去饰演的角色都贴合外形 珊珊和花千古娇憨中略带蛮横呆蒙 赵丽颖圆的眼睛、圆圆的脸 早年间的少女感很轻松就可以让角色过关 新版孩朱情格格的乖巧与赵丽颖出道以来的本分对应 毫无违和感 其后在公所沉香里塑造流离这个黑化的角色 狠辣、阴损 是赵丽颖在戏路上新的尝试 楚桥传中的楚桥 完成了赵丽颖饰演大女主的飞跃 奴级少女秀外汇中 坚韧果敢、峡谷柔长 终魔炼成胸怀天下 威震四海的秀丽王 从呆萌少女到女将军 赵丽颖戏路一直在寻求突破 农村巨首秀是赵丽颖的另一个突破 在幸福到万家中 应该说赵丽颖完成了对和幸福的人物塑造 倔强、聪明、勇敢 都得到充分体现 她演的和幸福表情自然 自身的朴实气质 让观众有代入感 在很多场景中 比如与村之书对峙的愤怒委屈 与公婆思想存在差异时的默默忍受 多样化的情绪赵丽颖 基本能顶上去 和幸福之理讲理 坚持到底的个性 在一次次上门伦理中逐渐鲜明 人物的魅力也凸显出来 幸福到万家中的赵丽颖 我看可以打80分 赵丽颖不是表演科班出身 她是用真情时感染她理解的人物 将角色的精力用表演转化为自己的生命体验 这是她的优点 正如该剧导演郑小龙对赵丽颖的评价 她身上有那个倔强 有那个脾气 另外 她本身是从农村出来的 她身上有股蓬勃的生命力 这些特点都与和幸福这个角色非常贴合 幸福到万家为何如此受欢迎 剧中的浮化到细节令人佩服 赵丽颖参演的幸福到万家最近非常的火爆 各大卫视 各大播放平台都在热播 那小编就想问了 到底是为什么让这部剧这么受欢迎 看完小编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首先 剧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非常喜庆的结婚场面 在这几个剧情中我们就能注意到非常多细节 对于这样的农村主题 重要的是拍摄的剧情画面越接地气越好 小到场景制作 我们应该还原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乡村婚礼细节 婚礼处处都是为了图个吉祥 图个吉利 总共有八辆车被送出 车上系着红丝带 卡车上放着一台大彩电作为嫁妆 这是婚礼 其次 露天的桌子 椅子和长凳基本上都是木制的 婚礼上的宴会也很精致 王家至少有18张桌子 每张桌子有8个人 大概共144人 这个时候有几个特写镜头 拍到的美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一共有7排烤鸡 除第6排2排外 共20排 一排在一张桌子上 两条是额外准备的 一共有20道菜 红烧鱼美形有两个盘子 一个盘子里有一个 一共摆了10形 两个是保留的 还有就是室内景色 村里的蛇皮带充满了时间感 在幸福的娘家门口 还有老式大旅壶 茶壶和热水瓶都是过去的风格 幸福的公婆睡的床 是一张三面有栅栏的老式木床 床里面挂着蚊帐 家里大厅墙上挂着绿色苍蝇拍 桌子上放着电饭锅 一块防尘不可在大屏幕电视上 下面放着一张老式的DVD 这几个场景与过去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变化 生活的感觉无处不在 紧接着 幸福当时用的手机是诺基亚 妹妹幸运上大学 在当时用的手机也算是流行的智能手机 当幸福的母亲打来电话时 摄像机扫描了她家的墙壁 农村人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大相框 相框里的照片是赵丽颖小时候的照片 然后还有很多关于服装的细节 幸福妈妈的袖子是缝的 衣服领口都没得变成了白色 变形了还一直穿着这件衣服 幸福婆婆晚上穿的睡衣是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剧中人物的服装基本符合乡村风格 最后农业劳动的另一个细节是王庆来从地里回来洗手 幸福跟王庆来借钱种大棚蔬菜后 王庆来的工作量增加了 在农村土地耕种就是这样 他很忙几乎没有时间回家吃晚饭 一般来说他的亲戚会在田里送米和吃饭 所以剧中的那张小桌子在当时是可以买到的 还有保温杯和水壶 他们也是时代的见证 情节和人物完全带入剧中 我真诚地希望未来的电视剧少植入 不要夸耀你的家人很穷 但你开着豪华车 住在豪华的房子里 只有真相才能打动观众 相信大家看完这部剧之后 就有感受到农村生活 其实小编也是农村孩子 看这部剧的时候真的是深有体会 尤其是后来幸福跟王庆来去城里 住在弟弟家之后 这个情节深深地触动了我 生怕自己弄脏了别人家里 这部剧能有这样的收视率 能有这样的细节 正是这部剧受欢迎的原因 导演把控住了这些细节 把观众们深深带入进去 体会角色的酸甜苦辣 这才是最成功的地方 幸福到万家 赵丽颖生孩子想到这些 或许这是他备受青睐的原因 无底线的昏闹 无条件的土地征收等等 幸福到万家太让人糟心了 但是糟心的背后 往往不就是真实的生活吗 老实人不经历一波三折 怎么获得幸福生活呀 但是不知道幸福何时才能得到幸福呢 本以为幸福怀上孩子就会过上好日子了 但是随着传家媳妇的一闹 早产了 早产就早产 谁知道还碰上了男产 最后还是靠着全村人的救助 才捡回来一条命 这段剧情看得观众又爱又恨 充分说明了演员的演技 但是总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赵丽颖的演戏退步了 有网友质疑赵丽颖 演和幸福生孩子这段不够真实 脸上没有疼痛的表情 只是皱眉头 感觉没怎么用力 不像其他演员生起来大喊大叫 满脸是汗 面部猙獰 咬牙切齿 赵丽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暴剧了 原来是因为演技没以前好了 真的是演员演技下降了吗 网友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现实生活中生孩子大叫是真的会被骂 而且医生护士也没有那么好的态度 如今和幸福生孩子就很真实 脸上表情痛苦 但是没有大喊大叫 医生护士很专业 但是也没有那么亲切 甚至可以说有点冷漠 生孩子谁不疼啊 深呼吸啊 腿用力 来往下蹬 腿打开啊 蹬 使劲 生了啊 双引号 这是网友结合自身经历给出的答案 其实纵观和幸福的经历就会知道 赵丽颖在这段戏的背后没少下功夫 和幸福父亲早亡 母亲一个人拉扯姐妹 两个人长大 成年后的幸福嫁到了万家庄 第一天都把万书记的儿子头砸破 之后挺着运堵站在挖掘机面前 种种迹象表明 这是一个坚强能吃苦的女孩 有委屈或者疼都会自己默默消化的 所以生孩子这件事对于幸福来说 大喊大叫没有任何用 倒不如听医生的话 其次 幸福是早产身体已经极其虚弱了 那还有力气大喊大叫 并且这时的剧情也要和后面的大出血埋下伏笔 这种成前起后的剧情 赵丽颖演绎的淋漓尽致 所以不是赵丽颖演技倒退了 而是观众对人物的把握不够深入 不要一味只觉得大喊大叫才是好演技 能将人物的个性演出来 才是最值得称赞的演技 还有人拿赵丽颖的演技和孙丽最对比 看到和幸福生孩子时还说 赵丽颖生过孩子 演这种桥段应该有经验 结果演的真的是好评淡啊 于是就联想到了甄嬛生孩子 那个扭曲的嘴角 断断续续的叫声 拉扯被担的手掌 皱紧的眉头 时隔这么久脑袋中还是有画面 两位的演技随略高一筹 在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 原因如下所处环境不同 幸福生活在新时代 不需要用面部的痛苦 以及大喊大叫来博取同情 而甄嬛则不同 生活在如狼似虎的皇宫 他需要用这些撕心裂肺的喊叫 来博取皇帝的恋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不满意 any liberties